我是葉瑩菲,今天講小龍女身世之迷 小龍女是古墓派的傳人,從小在古墓派長大 她的來歷就只知道是一名棄嬰 有一個晚上午夜時分,從陽宮門外聽到一個嬰孩的哭聲 從陽宮的道士就打開大門,看到一名嬰孩在大哭 突然之間古墓派的掌門現身 將這名嬰孩帶走,收她為徒 古墓派掌門是一位中年的女人 她曾經是古墓派始創人林朝英的丫鬟 後來,林朝英病逝,丫鬟就接替了做古墓派的掌門 其實小龍女就是這個丫鬟掌門的女兒 當年因林朝英被人打成重傷,命不久矣 黃松陽曾經因此事遠赴莫北極寒之地 作兵塑像製成這個寒浴床 為林朝英療傷 但最終林朝英都過不到四十歲 在同一時間,林朝英的丫鬟 出古墓四處找尋醫藥良方 機緣巧合遇到歐陽風的哥哥歐陽日 歐陽日精通醫學獨理 武功卓絕,乃一代應結 林朝英丫鬟李佩儀 將出古墓尋訪醫藥良方之事 告知歐陽日 因為李佩儀出古墓是假裝買一些醫藥生活用品 所以不可以帶歐陽日回古墓 醫治林朝英 於是歐陽日每隔五天 傳授一些醫學用毒的秘訣給他 希望可以幫他醫治到林朝英的傷勢 佩儀對歐陽日本以極為欣賞 現在更傳他醫術救小姐 心中感激之情以一發不可收拾 兩人在互相愛慕之下發生了關係 但佩儀事後才知道歐陽日已經是有家室之人 自己跟隨小姐到古墓隱居的時候 曾發下毒誓 一生在古墓中老不可嫁取 自知無法去愛 又不想破壞歐陽日的家庭 於是就帶著無限的悲傷 只可以藏在心底 所以日後李莫愁偷了他的醫學用毒秘訣出古墓 他的內心就如此激動 因為不單只偷走他的秘本 還將他最珍貴的回憶都一起帶走 好了 說回歐陽日 雖然他喜歡佩儀 但他不可以放棄自己的愛妻 終於兩人就此分開 但佩儀回到古墓 先發覺自己已經懷有新人 但又不可以跟其他人說 於是半夜放嬰孩在重陽宮的門外 接著就再將他帶回古墓收他為徒 這就是小龍女的身世來歷 葉盈飛以二次創作解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訂閱